我看過子女虐待父母 人神共憤的案例 有一對老夫妻 阿姨生了一對兒女 姐姐是女生 弟弟是男生 可是他爸爸媽媽 非常非常溺愛這個兒子 那非常非常重男輕女 重男輕女倒不可生意 那重男輕女倒不行 反正只要有假設 有一個糖果 不可能女生不會有的 一定是給弟弟 所以爸爸媽媽從小 就是對這個弟弟疼愛有加 那這個女生 這個姐姐 也很伯父 比較年紀比我大 所以他以當時的時空背景 也比較聽話 比較聽話也不會跟爸爸媽媽 很傳統很傳統 那結婚之後那女生就嫁了 嫁了之後 那因為爸爸就在世的時候 你不用孝雄我家的土地 那都是你兄弟的 就直接跟他女兒這樣講 好可憐 這都是你兄弟的 你不用去想那 那女兒就直接跟他爸爸媽媽講 你這個我沒去想 你自己身體保護好對不對 那是後來 這一段是我後來做他女兒筆錄的時候 他女兒告訴我的 那後來他女兒就嫁了 嫁去台南 就在台南就跟弟弟這邊也不合 那有一天他爸爸出車禍 你爸爸媽媽出車禍 騎車禍 爸爸死掉 媽媽就是有點骨折 那骨折之後一起來之後 一聽到說他先生死掉 馬上中風 就中風了 那中風之後 因為他這個弟弟有結婚 有娶一個媳婦 那中風的時候呢 因為又骨折又中風 必須... 那個時候他們也沒有請看護 就在他們家裡 他們家是給廚啊 在那個新龍路 要往辛亥隧道那個地方給廚啊 那他就在那個地方 那個房子 給他媽媽就是一個房間 然後媳婦一開始 都酒病無效值 一開始就是還會幫他做一些吃的啦 給他喝點飲料 因為躺在床上嘛 久了久之發現說 老婆死掉之後 財產問題還沒處理 媽媽現在又中風 在那邊 兩個夫妻照顧不到一個月 不動的啦 受不了啦 就想說 這個不是辦法 這樣的話 那個媽媽沒死 我們兩個先死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喔 就... 沒有在很那麼的認真服侍他媽媽 吃藥啦還是什麼 回診啦 就沒有了 那沒有之後喔 平常就會放一碗稀飯啊 放個飲料放在那邊 自己... 要吃自己喝 要喝自己啦 那因為... 他就行動不便怎麼自己來 對 就完全... 不管了 那不管了 因為姐姐也不知道這些事情 都不知道 但是... 弟弟要請姐姐上來寫拋棄 遺產要瞎拋棄 但是也不是瞎拋棄 因為媽媽還在那裡 所以... 爸爸死都在死單上 媽媽還能做主 那過了一個多月之後 鄰居報案 因為他們家很臭 非常非常臭 他喔 大小... 就是... 上廁所會失禁 失禁喔 然後包紙尿布啊 那幾個月下來之後 鄰居聞到那個味道受不了 就報案 跟派出所報案 某某號某某一樓裡面 有死人啊 有人死掉了 我們... 就趕快先... 我驅車 我就自己應該到現場去了 到現場去了 那個門口喔 那個味道 從大門口 你一門還沒開 你就聞得到那個味道很刺鼻 我一聞到這個味道 這個味道 濕臭味 腐臭味 腐臭味 腐臭味喔 那他的兒子還幫我開門喔 他兒子幫我開門 然後開門進去 我說你們家是什麼情形 為什麼那麼臭啊 怎麼味道那麼重 他說沒有啦沒有 就是... 可能我們空氣不好還是怎麼樣 我說不對 有人包含說你們家這裡發生命難 有人過世 結果喔 他... 大門進去 左邊他那個地鼓鼠 長方形的那個房子喔 大門去左邊 他有隔兩間房間 那第一間 就我看到就一個 那個喇叭鎖 鎖著的 那我這喇叭鎖 一打開來上 那個味道 灌到整個鼻子灌進去 眼淚就差點直接流下來 我就看到一個人躺在那邊 躺在那個 用小的那種燈泡 小小的暗暗的 小燈泡 十足光那種的 就看到一個老花在那邊 哇 這可能死啊 我說你這燈不能開亮一點嗎 他說這個燈就是 最亮就是這樣 我就趕快 扯上再去拿一個探照燈 探照燈一打上去 我就看到一個 那個老人喔 瘦成這樣 眼睛的話還這樣 咪咪的眼睛 欸 我看 咪咪的眼睛 沒死 對啊 我想說奇怪 這麼臭 眼睛是死不瞑目還是怎麼樣 我就再把它棉被 輕輕一反 沒死啦 沒死 然後 我就把它棉被整個 輕輕翻這樣 因為它有個小丁風扇 咪咪咪咪咪咪咪 一直吹一直吹 那它這個房間一進去 都貼滿了那個海綿 海綿 隔音 隔湊那種海綿 是 貼滿滿的 OK 那媽媽沒死 我說你媽媽沒死 快點快點 快點叫我叫我 我說我媽媽沒死 我也不知道你來送上來 我說我知道媽媽沒死 我不曉得你們來幹嘛 我說那你怎麼 你媽媽送醫院 我就趕快請無線電 你喊叫派出所 趕快先通知 119派救護車來 救護車來 那個專業的 一下來 我手要去抱一下那 我手撐到那個棉被裡面 一剎那 它那個腿 我就摸到骨頭了 一層皮 這是骨頭 體重不到28公斤 然後 它那個眼睛還會這樣看著你 咕嚕咕嚕這樣轉 然後我說這不行 太用力抱 那個骨頭會斷掉 會斷掉 我就請那個救護車的 救護那個人員 我說你們比較專業 請單駕進來 單駕用 慢慢的 對對對 用布這樣拉 不誇張了 那個布一拉上來 把那個她媽媽這樣 放到上來的時候 布下面幾千隻的蟲啊 入窗啊 入窗啊 躺一腳伸浪了出來 大腿屁股 全部都爛掉了 全部都是蟲 整個床部都是蟲 我就當場把她的兒子 我說請派出所同人說 先帶回去派出所來說 她的兒子不能讓她跑掉 不然她要照顏 到了派出所 那她媽媽就到醫院去了 到醫院去 急救嘛 急救 就查一些什麼葡萄糖 雜七雜八的 就趕快把她急救 然後到派出所的時候 問她兒子 為什麼你把你的媽媽放在那邊 怎麼不讓她就醫呢 他說不是啊 因為媽媽中風啊 然後腿骨折也還沒好啊 然後我沒錢去讓她看醫生啊 然後那時候還沒什麼健保 我沒什麼錢讓她去看醫生啊 要帶她去看醫生 媽媽捨不得這個房子 媽媽不去啊 他講媽媽不去啊 那到了醫院 他媽媽在那邊 我們也沒辦法問筆錄啊 那潘叔叔問他筆錄說 你兒子說你不去醫院 是不是 為什麼你不去醫院 他媽媽眼睛都掉下來了 沒辦法講話 也沒辦法寫字 太虛弱了 對 眼睛就一直滴 那個警察也沒辦法問 也沒辦法問筆錄啊 就看著他兒子 看著他媳婦 因為其實我們心裡知道 他是被他兒子 跟他的媳婦給儀器 可是他媽媽 沒辦法開口 眼淚只會一直滴 一直滴 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他媽媽會講話 他說我可不可以 不要再回那個地方 可不可以通知我女兒上來台北 然後他 我們就照他的通知 通知台南有他女兒跟他女婿 上來台北 他女兒見到他媽媽之後 然後就見那一面 他媽媽就走掉了 走掉了之後 他還沒 他就說他希望他所有的財產 和他爸爸的財產 希望由他女兒跟他的兒子 都一樣 他說他以前重男輕女 都沒有忽略到女兒的存在 希望說把這個 最後面的這條路 讓他的女兒 還給他女兒的一個公道這樣子 好可憐的老媽媽 拜託 這個時代不一樣 千萬不要再重男輕女了 真的 不要遺棄父母 不要不理好不好 真的 都不對 都不對